穿著白色雙衣 在桃園機場門口 肆無忌憚拉克的黃牛 說服旅客跟著他走 而排班計程車的服務人員 看不下去向航警檢舉 這個就是警察 警察什麼 警察就去追黃年 追過來的 對 追過來 轉腳 不久後邊警察推著推車 衝到轉腳攔截 依法開單 沒想到黃牛突然抓狂 衝向計程車服務櫃台 搭槍檢舉的服務人員說 又不是沒有被關過 我要跟你拼了 害做事打人 抓到的時候 沒有多久的時候 那個黃牛衝到11號 我們這個上車處這邊 要做事要打我 幸好當時一名霹靂刑警 衝過來用身體阻擋 暴衝的黃牛 並且將他抱住 就怕航站見血 還忍不住訓解他說 自己違規蘭克在線 怎麼可以嗆別人 其實當下是組長看到 那那個前面的畫面 可以看到 組長看到他叫我去 叫警察來處理的 計程車服務員被嚇到痛哭 過了一天還是感到很恐懼 這個張姓黃牛的動作 已經引起這個服務員的心聲畏懼 所以這個服務員向這個黃牛提起了 那個恐嚇為安的告訴 黃牛猖獗 這次警方除了開出1萬元的罰彈 也將證明張姓黃牛 以恐嚇罪嫌 以送法班 記者黃祖華 吳宜貞 桃園採訪報導